原来李文笑容的背后一直在承受着无法估量的痛苦 李文的好友正在于向媒体透露 在几个月前李文就给他发信息说 自己遇到了很多事情 并且一个人在对抗癌症 于6日李文身边的好友也曾向Ital Day证实 李文这半年来除了饱受抑郁症的折磨 还一直在与病魔作斗争 对于这件事 他只告诉了身边比较亲近的好友 连自己的妈妈都没有告诉 知情人士崩溃地表示 他一个人在医院接受治疗 而彼时的乐玉明还和三个嫩魔在国外旅游 对于家中坏命的妻子 他选择不闻不问 就连切除肿瘤的时候都只有李文一个人 而他遭受的痛苦远不止这些 在他两岁的时候 母亲就发现李文的走路姿势和别的孩子不同 左腿像是使不上力一样一拳一拐的 他到医院检查后才发现 原来患有天生的残疾病必须要尽快接受手术 不然就因为左腿的问题将会让他永远无法站立 就这样 年幼的李文就被推进了手术室 医生用一根金属棒从他的小腿穿过 整条腿全部都打上了石膏 但说后必须要躺在床上静养 可这件事对于两岁的孩子来说 无疑彼死还要折磨人 因为妈妈忙于工作 无法在医院照顾他 李文每晚都会想妈妈倒流泪 虽然在手术治疗后 他可以像个正常人一样行走 但左腿还是不能承受太大的力量 可李文不仅没有拿出消极的状态 反而一直苦恋自己喜欢的舞蹈 在我台上给大家呈现的也是活力四射的形象 如果不是他自曝左腿患有残疾 我相信不会有人知道 他笑容的背后居然一直靠右腿支撑身体的全部力量 直到去年十月 李文的腿疾再一次复发 而在今年三月份再一次进行了手术治疗 他最害怕的就是因为左腿的原因 让他永远都无法回到自己热爱的舞台上 面对自己热爱的舞蹈都被剥夺 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但他依旧给大家呈现出活力四射的样子 还记得去年在百花奖的典礼上 李文在台上唱歌时 因而返出问题导致演唱翻车 但他并没有当回事 表演结束后 主持人刚准备为他圆场 他就热情的跑上台 和演员打招呼 要知道台下的每个演员 都是怀着紧张的心情来领奖的 李文发现他们面舞表情十分严肃后 立马用活跃气氛的方式 来带动大家的心情 最优秀的演员导演们都在这 所以刚刚可以为大家表演 你们喜欢吗 可以吗 你们可以认识一点 Come on Come on 演员最 最爱的声音是什么 看到大家都被逗得哈哈大笑时 他才开心地走下舞台 这一幕仿佛就在昨天 勇敢自信的他 就是粉丝口中的阳光下的女战士 他努力地丈量着所有人 却寒冷了自己 其实李文在刚出生的时候 就失去了父亲 长大成人后又被最爱的人背叛 却还能热爱世界这么久 他已经非常棒了 希望李文在另一个世界 能做一个快快乐乐的女孩 谁能想到李文临终前 最挂念的人 竟然是同患抑郁症的郑心仪 李文在病情的恶化时 他一直都很自责 他会嫌弃自己说 都是我不好 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好友郑心仪 当时二姐鼓励李文 你要好起来 把自己治好 才可以帮助别人 怎料如今却天人永隔 实在令人唏嘘 该消息一出 郑心仪的身体状况 很快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此前还有媒体爆出 郑心仪去世的消息 随后经纪人做出了回应 郑心仪确实已经失联了两个月 但她一直在养病 可对于郑心仪的病情 却只字未提 直到7月7日夜晚 才有媒体爆出 她患有严重的抑郁症 每次病情发作的时候 她一个人偷偷躲在黑暗的地方 不敢出来 其实郑心仪已经被病魔困扰很多年 在她八个月大的时候 父母就离婚了 和李文一样 从小在单亲家庭中长大 父亲在离婚后 又组建了新的家庭 母亲一患上癌症去世 而郑心仪就像一个孤儿一样 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从小就在妈妈的好朋友家长大 她也因此变成了一个自卑胆小的女孩 沈殿侠还没走的时候就有不少网友吐槽 郑心仪的身材像航通母舰 当时还有妈妈站出来为她撑腰 可沈殿侠去世后 郑心仪在面对这样的嘲笑时 她选择了放飞自我 放弃了自己一直努力保持的身材 体重一度飙到了200多斤 虽然她曾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 美丽不应该被别人定义 自己开心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但外界对她的攻击从来没有停止过 除此之外 感情给她带来的伤害才是最致命的 2004年据港媒爆料 沈殿侠生前住的房子被变卖 房中大量的珠宝首饰也不翼而飞 家里所有的保姆都被辞退 与此同时 郑心仪正在交往的老外男友 身上的行头画了幼幻 手上的名表更是十分显艳 后续郑心仪更是砸下了千万 为其购置豪宅 又因为郑心仪的男友是无业游民 所以她所有开销都女友之父 2016年郑心仪在演唱会上有感而发 她表示自己卑微到给男友下跪 祈求对方不要离开自己 两人与2013年在一起 郑心仪曾透露男友懂得欣赏 她的内在美 并且从不嫌弃她肥胖的身材 只不过郑心仪付出的真心 并没有维持太久 2015年有狗仔拍到 两人在街头吵架的场景 期间男友更是不顾郑心仪的脸面 把手里的唇膏直接砸在了她的身上 经历过这次的吵架后 两人就传出了分手的消息 分手后的郑心仪一蹶不振 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人生没有了自己 赵静都认不出来 这与郑心仪的恋爱呢 和她从小缺失的父爱 有着很大的关系